德国之旅差不多快要接近尾声了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一下 这一次从德国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从北开到南 然后沿着它的最主要的公路 当然它有非常完善的公路网 但是我们就挑大的autobahn来走 所以你如果在地图上看 两个南北的大城市 汉堡在北边 基本上已经快要到北欧了 南边是慕尼黑 慕尼黑已经是贴在奥地利的边了 以我们美国的距离标准的话 基本上慕尼黑到奥地利 就好像我们到旧金山那样子 但是呢 去到慕尼黑之前 我们还要再往南走一点 对已经是超过慕尼黑 回到奥地利的边界 这个东西啊 就是有许多人说 没有来过 就不算是去过德国的地方 对它是一个城堡 那这个城堡 如果朋友常常看到的 这个城堡的照片啦 或者是任何的 比如说像是拼图啊 基本上我想大概都是以那座城堡 作为主题吧 对它中文就叫做新天鹅堡 对这个新天鹅堡 其实它真的就是在奥地利的西边 跟德国的南边交界处 欧洲其实有一大堆的城堡 你去任何的国家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城堡 这城堡什么玩意儿呢 那不外乎 一就是皇室 国王啦 或者是什么公爵啦 就是在山顶上盖一个很高的东西 以显示他的权利 对那要不然呢 就是炫富土豪盖个大楼儿 让人家看看他有多富 所以呢城堡并不稀罕 但是能够盖出像这个新天鹅堡 这玩意儿还真是不容易 对它其实也不是说很古老的一个城堡 它其实是一个十九世纪后半期 甚至应该称是晚期的一个建筑 但是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盖的很高 然后就是在一个好像小山丘上面 突然耸立一座城堡在那上面 对我认为大部分这些欧洲的城堡 如果跟咱们中国的宫殿等等比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角落啦 它的规模其实都不大 但是因为它配合了那个地形 然后再加上它都是盖在一些 你怎么会想到有人爬上去 盖一个那么大的玩意儿那种地方 不是什么在市区里面挖个洞 然后盖摩天楼那种盖法 对不对 一砖一瓦的往上叠 是非常劳师动众的 不过呢 先卖个关子 再来讲城堡里面的细节 先谈一谈我们从来比锡 开到新天文城堡这段路 其实是很辛苦哦 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空上网去看一下这个地图的话 真的是非常遥远的一段路 那主要是因为说 当时天后来讲就是都飘着雪 所以车速也开不快 那很重要一点 这段路上主要都是山路 所以视线不佳 然后继续往上爬坡的时候 是蛮辛苦的一段路程 前一半哦 就是出德西 然后要往南边开的那段路 到大约纽伦堡 因为纽伦堡就到了德东了 对 那这段路其实是还不错的 没什么人 因为我们早就出发嘛 那再加上我们去中间 上次有提过吃个早饭 然后这段路都还蛮顺利的 但是过了纽伦堡之后呢 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形 基本上就是一个丘陵地形 不断的是在山路 然后我们在德国五天 其实就只有一天下雨下的比较猛一点 就是那天下午 一路上呢开600多公里 从莱比西到这个新天鹅堡 大约是500多公里 其实照美国来说的话 300多mile 还好啦 就是从旧金山 或者从三后西到洛杉矶差不多 但是呢 开了大概约6小时 开的比较慢一点 还有就是最后那段路 基本上有一个小时左右 有点像是乡间小路 对 它这个乡间小路 基本上等于是两线道而已 那放眼看去 也是就是很多的丘陵地 稀稀落落的 有一些的农家这样子 但是那个景色 真的就是很美 环境也是很干净 其实有一点点像是 以前在东岸念书的话 就是有一点像是 从东岸要进入到 欧海尔像披兹堡地区 那样子的一个景色 我现在想一想 反而有点像是在 Pennsylvania那样子 对对对 有点丘陵地嘛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 在下雪 对 那很多这些田地 上面都是白的 所以开起来 其实还蛮新旷神移的 蛮漂亮的 可惜就是 那个雨啊 有几段下的稍微大了一点 所以没办法开太快 不过呢 我们还算是一个 很合理的时间 大约三点左右 就到了星天鹅堡 对 去到那里的时候 哦 才发现 观光客还真是多啊 当然啦 少不了我们同胞们 非常多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然后另外呢 就是各国的观光客都有 我们这个季节啊 11月底 其实是去欧洲 非常好的一个时候 如果你不怕冷的话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大部分欧洲 它的天气 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糟糕 您如果是在东北部住过的话 我还说真的 它那个冬天真的不算什么 但是呢 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就是人真的少 少很多 对 那 但是星天鹅堡呢 还算是有点人 至少这个季节 你去你不用先预定什么的 那有些季节 你是一定要参加团 要不然你自己根本进不去 对 好 那我们就很聪容的到那边三点 好 第一件事发现 就是说 那个地方是不能开车上去的 你要停在山下走上去 所以这里又再一次的要提醒朋友 平常还是要有点运动 因为一路走上去的时候 基本上不是平地 是有点爬山的意味 是需要那么点体力了 是 对不对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那很不幸的就是当我们好不容易上去了 知道不能就下来找到停车场 再往上爬 爬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现 因为山顶没有卖票 所以要在山下卖票 所以再走下去 再走15分钟下去 下坡容易上坡难 是 至少在这个情况绝对是如此 那所以就下去买了票 不过买票都很快了 很顺利了 因为说实在的人没有真的那么多 所以买了票以后再爬一次 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当然如果您说老人家想去呢 他也有提供马车 那当然就是说花点钱图个方便 这他们都有安排 所以懒得走路就是用花钱的方式来解决 下次本人一定坐马车 好 那爬上去以后呢 到了城堡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他每一个language 每一个语言有不同的tour 我们就选个中文的 其实我们在那等的时候 刚好碰到一群从国内来的同胞们 我还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一位老先生 他就跟他的同团的人说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山啊 这还不如我们中国的泰山呢 不过说实在了 因为那一带的山 的确是不怎么好看 是 虽然是已经进入鼎鼎有名的阿尔皮斯山 但是大家一看说啊 飞了这么远来看这个阿尔皮斯山 也不过跟我们家附近的山没什么两样 对 他唯一的有特色主要是因为他盖在这个丘陵的山顶上 那还有一点 婉萍是觉得说因为11月份去的时候 其实天色不那么蓝的时候 凸显不出这个新天鹅宝他的美 所以这是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 夏天去或许是很美 比较像是我们在海报上啊 常常会看得到的一些的景色 蓝天 然后或者像秋天 可能还配合上周边的这种树 有红叶这样子蓝蓝红红的交错 其实看起来可能比较美一点 对 那但是就说他的壮观是不容否认了 而且说实在的 这个城堡我刚提到过并不大 但他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啊 你真的就是必须很佩服 那个200年前那些人是怎么搞的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奴隶那些工人嘛 不知道摔死多少人 是想起来都很恐怖 好那在去新天堡堡之前 我就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讯息 就说他说如果你在欧洲看了很多宫殿啊 皇宫啦等等 然后你说你进到那个新天堡堡去 他说你千万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哦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一个穷乡僻壤 乡下的一个规模并不算大的城堡 他虽然是一个国王盖的 那个国王只是巴巴利亚省的国王 所以并不是整个德国的国王 没那么神器啦 对不对 所以我刚才跟中国比的话 其实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Apple and Orange 这两个东西根本是没有办法比较 好那进到里面去啊 参加那个Tour Tour他讲解的非常清楚 也秀给我们看一些蛮有趣的东西 不过的确就说他那个宫殿里面的内装啊 就是稍微简单了一点 对所以感觉上那个气势就不够 房间小小的 对那就只有一间宴客厅 他屋顶比较高啊 但是因为他是木头的 整个感觉有点阴森森的暗暗的 那也没办法啦 对不对 这个国王啊 本身其实有忧郁症 所以他盖这些房子 他盖这些房子给人家感觉啊 就是比较阴森的那种 到后来其实他被掳 就是说他被人家俘虏了之后 他是抑郁而终的 对对对对对 你讲到这个 对我们的导游也有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对 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 就是德国南部的一个大城市 叫做慕尼黑 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段自驾的终点站 因为到了慕尼黑以后 我们把车还了 我们就可以不需要车子 在慕尼黑门坐地铁坐巴士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到处游览 好那这一段路呢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绝大部分都是乡间小路啊 然后就到慕尼黑的附近以后 才开始有大陆 慕尼黑这个城其实我觉得并不大 但是它赫赫有名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它是我在德国所有去过城市里面 观光资源最丰富 对我想主要是它处于 奥地利瑞士还有列支斯敦 这三个地方的包围 那我想应该算是一个枢纽 就是可以东往奥地利 西可以去到列支斯敦或者是瑞士这样子 对它那里的文化跟德国的北部及西部已经很明显的不同 虽然我们在说了就是德国没什么大嘛 反正就差不多像德州等等 但德州很大 所以就说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那里的人好像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拘谨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当你到慕尼黑之后 它的人种就很多元化 我们一直在北边的时候 我们很常看到的是比较白的白人 可是你到慕尼黑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开始有一些阿拉伯族裔 非洲族裔 亚洲族裔 就是很多族裔 我们看起来很舒服 好像仿佛我们就在美国一样 就回到加州来 对 对就感觉比较像是我以前去过的法兰克福 就有那个味道 它基本上是有各色的人种在一起的 那所以越往南就这个感觉就非常的明显 那当然了到了慕尼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喝啤酒 而且要喝黑啤酒 没错 那我们一开进去后呢 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它的Downtown 其实慕尼黑它有好几个市中心的感觉 然后它也有当然也有圣诞节的夜市 那在慕尼黑呢 我们就找了一个当地最有名的最大的一个Beer Hall 那什么Beer Hall呢就是一大堆人 几百人绝对不夸张 真的 就是塞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 全部人都是喝啤酒然后吃些德国菜 那最有名的就是德国猪脚 来到这家餐馆不能免俗的就是一定要去吃它的那个德国猪脚 那这个德国猪脚有多大呢 大概是两个拳头这么大吧 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吃个蹄膀 非常可观 那这个蹄膀简直是太好吃了 已经说不出口的好吃 那其实德国猪脚它真的非常简单 它就是烤加上去炖 带点汁 然后放一个好像是马铃薯跟小米和在一起的薯泥吧 也非常的好吃 其实那家啤酒屋的东西都还不错吃 我们叫了比如说一种德国火腿 还有香肠是一定要的 还有烤鸡 其实都还蛮好吃的 那我叫那个香肠是最好笑的 因为嘛 我在家里面个儿最大 然后呢 我经常就是叫到那个盘里东西最少的 没错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想说 这个有四个不同种类的香肠在里面 我看就非常有兴趣 因为南方的肠跟北方也不太一样 就想说那我一定要吃是木泥黑的香肠 结果拿上来呢 吓我一跳 因为那个香肠呢 就跟手指一样 是小型的香肠 香肠 对 那不是我们一般想象 那个德国香肠就是很大 然后可以一个人吃一条 就饱不得了 完全不是 对啊 然后再配上一点 少少一点泡菜 所以我就 只好来偷吃你们的东西 那不过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说那个啤酒都非常大杯啦 所以一大杯啤酒灌下去 差不多也饱了 在这个餐馆里面 我们看到真的就是 哇 那个声音之吵杂 每一个人就是大声讲话 大口喝啤酒 然后大口吃肉 真的就是有那种 回到中古世纪 好像人们那种野蛮行为的那种感觉 对 不过我想80%据说都是观光客 那有20%的当地客呢 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规矩 就是说你可以留一个杯子在那里 你自己有你自己的啤酒杯 对 你的啤酒杯呢 他就帮你放在一个locker里面 但这个locker是透明的 你可以看到一大堆啤酒杯挂在那里 真的很有趣 那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说他有歌唱节目 那据说到了Octoberfest 就10月啤酒节的时候 他们还会跳舞 这个就看到有一些 我以前曾经有印象 有看过一些 他们女人就穿那个红白蓝 那种什么裙子 那种打折裙 对 然后男人呢 就穿得好像是农夫一样 然后在那边演奏手风琴啦 那小提琴啦等等这些乐器合在一起 真的非常有趣啊 就是让你想到说 好像就是你觉得德国就是应该这样子的 那所以慕尼黑 所谓的他观光之源很多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对 德国啤酒制度 你刚讲到黑啤酒啊 我们叫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其实两个都很好喝 白的呢 就有点像是捷克的那个Pilsner那种淡啤酒 那但是他的黑啤酒不是英国那种浓的像泥巴一样 对对 他那个 是比较淡的黑啤酒 而且就是味道也不一样 跟我在英国时候喝的那个啤酒 味道感觉也完全是截然不同 在很多年前 那时候还在念书的时候去到英国 有一次也是老师推荐说 你们应该尝尝 然后有机会去到慕尼黑的时候 再来比较这个黑啤酒的不同 所以以前老师推荐叫我们在英国喝黑啤酒 那二十几年后再来喝慕尼黑的黑啤酒 果然是很决然不同的 对 大伟跟婉萍都不是经常在喝酒的人啊 只有逢年过节 这样子跟亲朋好友喝两杯 但是呢 你到了德国啊 真的不能不常常看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好 那慕尼黑除了有啤酒之外呢 他也有蛮多这种德国文化的东西 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广场 那时候也是在布置Christmas Market 对 但是还没有开始 那个广场呢 里面就有一些看起来真的很古老的建筑 在这个建筑里面 其实他现在是所谓的慕尼黑的那种市政厅的这个钟楼 那这个钟楼哦 其实看上去很古老 看起来也像是这种歌德式的这种建筑 但是他建立的时候是大概是15世纪后期了 所以感觉上经过这样的几百年下来 好像就是有一些漆黑啊 然后原本我相信可能是大理石或者是石头去建起来 对 但是现在已经好像就是年代久远 我不知道是不是疏于维护还是怎么样 整个外观是黑黑脏脏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德国人的他们美感有关 因为他们是非常强调这个钟楼圆柱的感觉 那他原来就是那个样子的话 你要特别把他弄得很新啊 或者把七成什么其他颜色了 好像都不太对 所以他们就维持那个样子 那在这个广场当中 其实现在他已经是变成他的新的市政厅 所以一般朋友 如果你在看到这种图片或什么的 这个市政厅的这个钟楼 基本上就是一个木尼黑的地标 那除此之外在他这整个广场附近 他还有这个木尼黑的圣母教堂 很奇怪啊 他这个圣母教堂就坐落在车子还可以穿过去这样 对对对 他那个地方啊整体的设计啊不太好 所以就感觉很怪了 不过说不太好 因为古代比较没有汽车这个问题 对 他们可能都是马车什么那一类 所以我发现在不仅是木尼黑 而且像很多老城啊 我立刻想到就是佛罗伦斯 他有很多地方 其实那个车子都是要经过一个建筑的中间 没错 一个建筑物的下面这样子开个洞 你好像给你穿过去 那这个在木尼黑就特别多 其实形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景色 那木尼黑也不只是只有这一个广场 他还有好几个区是可以逛街啊 可以吃东西啊 然后看看他这些古老的德国建筑物 当然啦我们刚才就像婉萍提到的 德国的美学或许是跟其他的国家 有点不太一样 这看起来怎么好像故意搞得很老旧破烂的样子 但是呢也有他一种历史的氛围是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他有新兴区 但是他还是很愿意保有他的古老的地区 那这样我们去到木尼黑的车站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感觉到说 他在旧都市区还是想要融入一些新的这种建筑物 还有新的一些装饰 对那车站的那一区的话就比较稍微杂乱一点 但是车站本身的确是非常的新颖 非常的漂亮 那木尼黑除了这些旧的东西外 还是有一些新的很有趣的东西可以看 比如说如果你对车子真的有兴趣 我们曾经提到过去看BMW公厂 但是在木尼黑呢有BMW的总部 那他总部旁边还有一个国务馆 BMW Museum 那这个Museum很有意思 不但是可以看他的目前生产的车 还有未来的概念车 他的摩托车 大小各自的车 而且在那个Museum的里面还可以试开他的车 而且在BMW的国务馆附近 还有当年木尼黑奥运的场子 也是走路就可以到了 那整块地方都蛮有趣的 所以木尼黑不只是可以吃东西 观光可以参观一些历史 其博物馆的东西 而且呢也有蛮多周边可以造访的景点 比如说像这个新天鹅堡 还有一个出名的集中营等等 而若是朋友不管是出差还是去玩的时候 到木尼黑的话 待个两三天 其实应该会觉得非常好玩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订阅转发 愿上帝祝福你 拜拜